八代、九代的車友 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車款是CIVIC的9代 這台是13年的CIVIC 9代 今天要做的工程是改裝KT 道路版的避震器 這台是13年的CIVIC 9代 這台車在北區的話還蠻多的車友 有去試乘過一大俠或者是其他車友的車子 後來才開始關注KT的產品 這台車我們也都有實車可以提供給大家試乘 今天安裝的版本是KT的道路版 今天沒有小編所以我就自己打鏡頭 我們把鏡頭轉過來好了 這個要怎麼轉 這是原廠拆下來的避震器 這個是前面的避震器 前面的話上座KT就有附全新的上座 所以不需要再拆原廠的上座來沿用 後彈簧的話上部的橡皮 我們有附一個薄橡皮 那下部的橡皮的話就需要沿用原廠的 這個是後面的桶身 後面桶身原廠的上部有一個 有一塊橡皮墊 橡皮墊的話它不太會損壞 所以橡皮墊的話是要沿用原廠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後面的懸吊系統 它後面的跟八代的話其實差不多 尤其是像這個仰角調整器的話 八代跟九代呢就是公用的規格 後面的九代我們所配置的彈簧公斤數 跟八代是一樣的 但是彈簧的形式不太相同 它的彈簧公斤數是六公斤 長度的話是175mm 比八代的話 八代它的上進很大 然後這個的話它的上進比較小一點點 所以兩個的彈簧跟Hiroki 就是這個彈簧上部的調整機構呢 是不共用的 是不共用 那後面的安裝最大的重點 就是在後面的它的筒身呢 千萬不能調的太短 那簡單來說呢 車高的調整是從彈簧上方這個機構來做調整 如果我們把這個長度把它調長的話 它整體長度變長 那車高就變高 今天預計的車高大概是兩指半左右 沒有特別低 那也比原廠略低一點點而已 所以車高的調整是靠這個地方調整 那這裡其實也可以調長短 可是這裡的長短呢 並沒有辦法改變車高 這個的長短最主要的取決 是在做彈簧的預載 所以簡單來說 後面彈簧的調整呢 那它千萬不能預載過多 假設這個 你看我們把車子撐高之後呢 這裡還有一點點間隙 那就代表說它的彈簧是沒有預載的 所以要做到像這樣子 它的乘坐感覺才會好 第二個 這個如果我們把筒身縮得太短的時候 它彈簧預載過多 那會有可能會有造成異音 甚至會造成筒身的壽命縮短 這個都是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那像KT在八代或者是九代 在後面的防塵套 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這個防塵套特別長 那這個防塵套它的用意就是 如果我們把車高降下來之後呢 它會對裡面最需要保護的 就是這個銀色的活塞板 這個活塞板呢 萬一如果是裸露的時候 它有可能會飛蝕 從輪胎上面噴漸 噴漸到軸心的話 那造成軸心有坑洞的話 就有可能會把油縫裡面 所需要阻隔的阻尼油 有可能會慢慢慢慢帶出來 那就造成了一般所說的漏油的狀況 所以後面的防塵套呢 它的形勢還蠻重要的 KT為了八代跟九代 做了一個比較長 然後它有辦法跟原廠一樣 把桶心造住 所以它對後面的桶先的保護力呢 會比較好一點點 那至於後面的阻尼調整呢 是設定在後箱裡面 因為八代九代呢 它的後面的 來看一下 因為今天沒有小編齁 所以鏡頭會比較晃一點點 這個是後面的內飾板 那這個內飾板呢 扳開之後就可以看得到 我們KT的一個小LOGO 從這個小LOGO上面呢 就能做阻尼的調整 一樣往順時針方向 往這個方向 這樣就變硬 這樣就變軟 那一般來說 我們都調到中間值 KT一共有30段的阻尼可以調整 那今天的話 像215 457的PS4的輪胎 我們可能會把它暫時設定 大概在15段左右 那如果一般有可能 像今天就有一個車友 詢問的說 我忘記段數之前段數多少 那沒關係 你把它逆時針轉到底 就是零段 再一格一格數 就可以知道阻尼的段數在多少 那阻尼的調整有一個重點 左邊還有跟右邊呢 一定要對稱 左右一定要對稱 那前後的話可以有落差 沒有關係 這個是後面的部分 阿吉你好 阿姊你好 黃老闆你好 Alena你好 好多朋友都一起在線上觀看 那這一個前面的話 它算是一個賣滑城的懸吊系統 這個是9代的車子 那8代跟9代的 它的避震器的上座 前面的上座其實是共用的規格 我先看一下好了 它9代的話 跟8代呢 在這個試蓋 它以前是裡面有一個塑膠的試蓋 試蓋掀開之後 就可以看得到避震器的上座 那一樣從這裡可以看得到KT的LOGO 調整的方式跟剛剛所介紹的一樣 順時針的話就變硬 逆時針的話這樣就變軟 所以也還蠻容易調整的 有一些車款呢 需要把這裡全部都拆掉 譬如說福特的KUGA修旅車 或者是Focus的3代 還有CHR之類的這些要拆掉 才能調整得到阻尼會比較麻煩一些些 可是CIVIC 8代跟9代很方便 這裡本身就有設計一個維修孔 所以很容易自己可以做阻尼的調整 那我們來看一下前面的一般道路版本的 抵震器呢 我們所配置的彈簧是配置200長7公斤 所以這一個前面的懸吊系統 我們賣花城是配置200長7公斤 那這裡有一些ABS感應線 這裡有兩個扣具的位置 油管固定架 油管在哪裡 在這裡 油管的話 它的位置呢 都是跟原廠一樣 不需要再綁束線帶 可是這台車的譬如說 如果啦 用車 里程數有比較多 或者是車輪有比較久一點的話 就會有可能像這些塑膠扣具的話 會有鬆脫的狀況 那就需要再加以那個束線帶來做輔助 像這個剛剛拆裝的時候有點鬆鬆的 等一下就會把它固定好 里仔串部分的話 直接沿用原廠的就可以 不需要再多花錢買強化的啦 或者是買可調式的里仔串 直接用原廠的規格就可以了 那前面的話 今天也預計大概是兩指半左右 所以這個車高的調整 這台車沒記錯的話 最低大概是不到半指幅吧 最高的話可以到大概接近三指幅左右 所以整體它的車高的調整範圍還算蠻寬 然後camber的調整 前面的話 如果我們是配強化上座嘛 那如果是配魚眼上座的時候 前面的camber也是能調整的 那如果是配強化上座 上座的camber不能調整 也可以從這個地方 這裡基本上它算是做一個椭圓孔 所以camber的調整 可以從這個地方來做微幅的調整 大概可以這裡可以做到一度到一度半左右的差異 這個的那個ABS線扣去的話有點鬆 等一下數一下 所以那我們來介紹一下它的KT的整體用料 像是油縫的部分 油縫的話 一樣也是用NOK的油縫 至於主尼有的話 我們用的還蠻好的 主尼有的話是用意大利 一整桶意大利進口的IP的主尼有 不是授權來台灣這座混裝的 或者是一些其他民不借計賺的抑壓油 所以這個都是很正規的很高檔的主尼有 主尼有其實還蠻重要的 它負責裡面整體的傳遞 所以主尼有的消耗性整體整整的表現 都有關到避震器的整體的主尼值 線上如果有西比克八代的車 八代九代的車友 如果對這台車有底盤上 有哪裡有問題的話 很歡迎在線上詢問 我們會立刻把鏡頭呢 帶到大家想要了解的地方 順便跟大家做說明 那我們來聊聊那個後面的Camper部分好了 如果原廠的Camper呢 它的車高大概是三到四指幅 那如果車高有降低的時候 其實我們在影片當中常會介紹跟大家 推薦的就是要改後面的這支 仰角調整器 因為後輪的話 它算是一個多連桿的懸吊系統 我們正常一般後輪大概有一定的角度 可是當車高降低之後 它會變得幅度會變更趴 所以就有可能會吃輪胎的內側 那像這樣多連桿的系統呢 它能調整的是後輪投影的角度 這個角度 它有一顆偏心螺絲可以調整 可是Camper的角度呢 這部車並不能調整 像我身後的這部車是 這個是FX35 這部車是FX35 這台車呢 它的後輪的結構系統 就有辦法做Camper的微幅調整 那Civic八代、九代的話 萬一車高有降幅比較多的話呢 就會建議車友要改後輪的仰角調整器 它就有辦法呢 把後輪的Camper角度 再藉由這個可調的機構 把它再做正一點點 就比較不會有癡態的狀況 那仰角調整器的選擇 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要選擇材質 萬一這個材質不良的時候 像早期呢 Focus三代 或者是Civic八代 我們都有遇到過 還是知名品牌 這個有斷裂的狀況 但這個支幣斷裂的話 它後輪整個就趴下去了 是有危險性的 所以這個的選擇 一般我都會比較推薦 大家選擇鐵劍的鍛造材質 所以它的耐用度 強度的話 都會比較好一點點 那至於 至於這個的 你要降車 OK 至於這個的 像是這台車 有配備了HID 所以它後面就有一個感應吊架 那這個感應吊架 在選購後面的仰角調整器的時候 也要注意一下 那個該品牌呢 有沒有這個吊架 萬一八代或者是九代 在車上有選配HID的時候 它就有一個水平感應器的固定位置 如果沒有這個固定扣的話 恐怕就沒有辦法安裝 或者是有安裝之後 還要再想其他的辦法 來固定這個吊架 就會比較麻煩一些 所以 兩角調整器的選擇 就只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是要選材質 第二個是要有那個 固定扣的位置 好來 我們已經安裝完畢了 八代九代的車友 其實還蠻捧場的 所以我們安裝這台車的時間 也都還蠻短的 那如果八代跟九代的車友 有需要試乘的話 再請到Facebook裡面 搜尋KT Racing 那粉絲團裡面可以 詢問我們家小編 要裝胎了 好我們已經安裝完畢了 現在剩下前面的飾板 還有輪胎 裝好之後就要去試車 試車完畢之後就要定位了 所以今天的直播就到這裡了 謝謝大家 下一次有機會 裝到八代九代 再到這個粉絲團裡面 跟大家一起做分享 好現在要裝屍蓋了 OK以上是今天的直播分享 謝謝 拜拜 謝謝 謝謝